Hello,大家好,我是小真哥,欢迎大家今天能够来到我youtube频道 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视频教章当中呢 小真哥第一件事是要给大家介绍一款非常好用的这种浏览器 那么这款浏览器呢,给我的这种第一,就是视觉体验上 要比Chrome以及Firefox要快很多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它的功能非常强大 在这个搜索一些这种网易上资料的话说 基本上堪比和谷歌类似,然后广告也非常少 另外也就是说,打开一些这种网易的速度呢,确实是非常快 第二件事情呢,还是一如既往的给大家介绍一条 就是可以让我们进行去免费试用的这种算算那种飞机场 那么好了,然后小张哥废话不多说 那么我们直接打开这款浏览器 我们进行去看一下 呃,就是大致去了解一下这款浏览器是 多快,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用它来进行去打开我的这个 呃,嗯,谷歌 然后我直接在谷歌里面去搜索一下,就是这款浏览器的一个大概的介绍 首先呢,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款浏览器是俄罗斯的一个搜索引擎的公司来进行去开发的 它的基于对这个开发的内核呢,也是类似于和这个Chrome基本上是类似的 也就是说,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就是说,呃,我们Chrome在那个谷歌的这个AV12当中 webAV12当中,然后进行去安装的一些插件呢 就是说它基本上都能够进去安装 呃,因为就是说小诚哥刚刚进去,呃,使用这款浏览器 所以就是说一些更多的这些体验功能呢 我也在这个知乎上进去,呃,搜索了一下 嗯,然后更多的这种小伙伴呢 还是比较强烈,呃,支持使用这款浏览器的 包括这种各种这种资源啊 比方说广告啊,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包括这种观看YouTube的,呃,这种一些体验 嗯,当然就是说更多的一些这种实用性能体验方面的东西 还是,呃,如果小伙伴比较感兴趣的话 说也欢迎大家,呃,请去下载下来体验一下 非常不错的,呃,我那个稍后呢 我会把这篇这个是参考的一种文章资料 然后都会发在这个我的这个,呃,视频下方 然后更多的这种小伙伴进去,呃,了解与体验一下 嗯,好了,然后我那个带大家亲自去体验一下 它到底就是说,嗯,能不能就是兼容 刚刚就是我说的,就是能不能兼容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谷歌的app商店当中进行去整合插件呢 然后我们直接打开谷歌,然后搜索 谷歌,web,app store ok 嗯,由于这个更多的小伙伴呢 就是说,嗯,都比较喜欢使用这个谷歌上网助手 然后我直接在这里边直接搜索这款插件 大致给大家进行去演示一下这款插件的一个安装 嗯,主要是还是看一下这款插件能不能进去安装上去 然后我们直接搜索谷歌上网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现在右侧出现的这个第一个这个插件 就是我们今天要添加的一个谷歌上网助手 嗯,然后我直接进行将它添加到我的这个浏览器当中 然后我直接添加扩展程序 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这款这个,呃,谷歌上网助手呢 已经完美的进行去添加到的我的这个,呃 就是浏览器当中去了 然后这个浏览器呢,我也,呃,不太会念 嗯,就是说从它的这个图标上 我看像一个这个,呃,三角裤 所以我看有的一些网友,网友也是 就是给它提了一个简称 也就是说三角裤浏览器 嗯,好了 然后关于就是那个,它在谷歌上网助手的一些这种使用方式 或者是这种,呃,就是长期免费的一种使用方式呢 我还是就是推荐大家,请去小张哥的这个,嗯 嗯,频道当中去,有关,有关于就是说小张哥的这个YouTube频道当中 有关于就是那个,呃,谷歌上网助手的一个长期免费使用的一种方式 然后也欢迎大家进去观看一下 嗯,具体在这里呢,然后我就不给大家进去,呃 进去那个演示,怎么去,呃,破解啊 或者是去长期使用,然后直接进入我的这个频道看一下这个往期录制的视频教程就OK了 那么今天呢,小张哥给大家再介绍一块免费的这种飞机场 啊,然后 然后那个 跟大家说一下 嗯,我们通过这个免费的飞机场来进行去使用 通过酸酸乳的这种方式和代理方式来进行去上YouTube,啊,使用这款浏览器上YouTube 然后看,看那个一下这个高清视频 然后亲自带大家体验一下这款浏览器的这个性能以及效率是怎么样的 嗯 好了,然后,这个酸酸乳的机场呢,我们需要一个这个网址,然后打开这个网址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酸酸乳机场叫泡浮云 叫泡泡云 然后这个注册这个机场呢,也需要一个免费的这种零食邮箱 然后我直接打开打打开了,然后之后呢,我直接粘贴他这个免费零食邮箱 当然如果这个免费零食邮箱没有的话说,大家可以在这儿随机输入一个随机数字 然后直接点击申请就OK了 当然就是他这样默认给我生成了一个,我直接粘贴他这个我生成的这个 然后呢,我直接把他的这个邮箱地址粘贴在这儿,把案的符号的当中的删掉 然后把我的邮箱地址放在这儿 然后输入我的密码 好了,然后我们直接点击获取验证码,因为他这儿需要一个验证码的一个验证 我们直接,然后我们粘贴我们的验证码,然后直接放在这里 点击我同意,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已经注册成功了 然后呢,直接滴贴一下我现在这个邮箱地址 滴贴 然后点击确认登录 OK 呃,我们现在已经注册登录进来了 当然进来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现在就是给我们三个G的这种流量已经赠送给我们了 然后我们直接点击签到一下 呃,他赠送的我们的这个流量不是特别多 基本上算是500兆吧 呃,我现在是3.35个Gb OK,我们可以看一下他们的这个节点怎么样 他家的这个节点默认就是有这么几条 伦敦的德国的新加坡的,然后美国的荷兰的香港的,然后 呃,节点数量不是特别多,然后呃,我们可以把它当当做我们现在的备用 然后导入的方式呢,也比较简单,直接复制他的这个订阅地址 然后导入到我们的这个,导入到我们的这个这个酸酸乳工具里面就OK了 直接编辑订阅,然后把这个地址 刚才我们粘贴的这个订阅地址粘贴在这里 然后粘贴完成之后,点击OK 然后我们直接点击手动更新订阅就OK了 然后他会他的这个订阅地址就会一键导入到我们的这个列表当中去 所以,导入的方式也比较简单,因为由于这个小成哥已经把他的这个节点导入到我的这个列表当中去了 所以我这也就不进行去重复导入了 嗯 好了,然后,嗯,那么我们直接用这款浏览器给大家进去演示 就是分开一下这个YouTube视频,看一下这个 然后我们直接搜索一个4K 好了,我们随机打开一个视频 看大家可以体验一下 由于那个小成哥的这块的这个网速不是特别快 嗯,基本上算是10热的宽带 嗯 嗯 它默认下来,基本上看这个清晰度在720p的这个 嗯,视频吧,算是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啊,在这里呢,然后他这有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功能,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嗯,就是我切换一个新的设计的页,他的这个视频会完全是 展示在我们的那个右下方,然后我直接点击缩放窗口 然后这功能非常非常好,做得不错 体验非常不错,然后我直接点击这个这个效果呢,非常非常炫 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这个速度基本上算是,因为我现在这个速度不是特别快,就是切啊 就10兆的宽带 看720p的还算可以,就是说对于我们一个免费的这种节点 嗯,免费的用户来说呢,已经相当给力了 基本上就是我们可以上谷歌啊,或者这种,呃,查询资料的话说是非常够用了 好了,然后具体更多的这个演示呢,然后小张哥就具体介绍在这里 嗯,如果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话,说可以进行去注册一个他们家的一个免费账号 最关键的是,一定要把这款浏览器下来下来,亲自去体验一下 确实这个体验非常好,非常不错 嗯,那么好了,然后小张哥呢,就今天就介绍这么多 呃,如果大家比较喜欢小张哥的这个视频教程吧 也欢迎大家点击小张哥视频教程的这个下方的这个订阅按钮 您去持续关注小张哥 那小张哥呢,在后续有更好的这个视频教程内容呢 也会在第一时间推送给大家 嗯,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说 也欢迎大家点,就是进入这个小张哥视频下方提供的这个电报群 然后进行去直接按的小张哥都是可以的 好了,那么小张哥呢,今天就介绍在这里,然后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